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 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个节目呢 我们一起来进行所谓的 小组茶经方式的 专题查考 也就是透过喜乐途径这本书呢 我们用专题的或读书会的方式呢 来做一个小组聚会的带领 我们今天呢 是继续的喜乐途径里面 讲到祷告 解开神的资源 这个区块里面的第四部分 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有几个 是要如何进入祷告的一些观念上的提醒 首先作者提到我们要恒心的祷告 第二个他提到是要与神密谈 这是我们上回提到的 第三谈到是诚实的祷告 今天呢 我们进入到第四个 是讲到谦虚的祷告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喜乐途径 作者所提醒的第四个部分 要谦虚的祷告 一个基督徒 他要怎样进入到谦虚的祷告呢 做的有一段清楚的一个指导 那我们就请丽星姊妹 来带领我们读书中这一段记载 一位敏锐的基督徒 用来建立他生命中 祷告之稳固根基的 另一样工具是谦虚 我相信我们的诚实 要适当的配合谦虚 当我们靠近神祷告 将我们的重担 诚实地卸在他面前时 必须打开紧握的拳头 正如我们必须打开心门一样 等候神的回答 某些基督徒真的学到了 在祷告时谦虚的真正意义 我希望你不须有那种经验 便会谦虚 但当他们度过那些经验时 述说了许多痛心的故事 他们不知何故陷入了酒瘾 在这些基督徒为了痊愈而奋斗以前 通常都感到在他们里面 有一股蚕食着生命的力量 强大的无法应付 他们感到没有个人的尊严和情感 以致想操纵自己的生命 在这一段我们发现 作者要提醒我们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祷告 可是每次祷告的时候 要么就像上一回我们谈到的 握着拳头来到神的面前 那当然不行 有一些情绪上愤怒 但还不如就张开 不仅仅是张开这个手掌 而是要打开自己的心门 把紧握的拳头要打开来 但是要把内心要敞开来 而这个敞开 更重要就是一个谦虚的祷告 作者提醒我们其实是说 如果我们不够谦卑的认同 自己的无能无力 而还在有一些自我的挣扎 那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 他后面就讲了一个故事 当然他不希望这种故事 一直要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而希望透过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 不要到了最后关头 才知道要谦卑服服 他讲有一个酗酒的一个女士 应该是一个女性 那么他每一次都求神来帮助他 估计他已经信靠神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每一次来祷告求神的时候 他仍然没有办法放下那个酒瓶 也就是说他还是不能脱离那个酒的瑕疵 而他也不面对这个酒的问题 所以他是自己都知道 他认为自己很虚伪 是个酒徒 但是他又希望神来帮助他 到底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呢 他不愿意放下自己酗酒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去对付了 于是呢 作者就提到这个姐妹 这个女士 最后是拿着烈酒 然后呢 喝下这个烈酒 甚至可能包含了其他的药物 最后还打了一通 自杀热线的电话 去告诉别人 然后呢 在还没有死亡之前 被送到了医院 经过洗肠胃之后呢 把他命给救回来 可是就在那一刻 他才意识到说 原来他要放下自己 他真正谦卑到神面前说 神啊 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 我只能来依靠你 而那一个情况 变成他的人生的转列点 所以我想透过 喜乐图经这本书的作者 提醒我们就是 不要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才承认自己是 啊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会 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来 学习一种谦虚的 或者我们说是一个谦卑的祷告 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的才能够让神来做 这是作者提醒我们的 我想也是在我们 这样一个节目的播出当中 我们彼此勉励的 祷告用知道唯有神能回应需要 挑起重担 使你的灵苏醒的心来祷告 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在希伯来书11章6节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就是一种信心 这就是一种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喜乐途径这本书当中 我们先谈到的第四点 有关于祷告方面的要谦虚的谦卑的祷告 再来进入到第五项的就是以信心来祷告 在信心的祷告这个部分 作者也用了一个生活上的体验 但是我们等一下分享的时候要记得 两位同工我们千万要记住 不是拿这个特殊的历史来作为绝对的例证 但是真的发生了 很神奇 先卖个关子 但我们现在来讲什么叫信心的祷告 请语恩来读书本当中提醒我们的信心的祷告 好 信心的祷告是另一个要素 信心表示很简单 你就是神的孩子 要像小孩那么的天真 是祷告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你如何才能成为神祷告的孩子呢 首先你要立志去做 信心要求你以相信神会回答你的心来祷告 如果你不以信心祷告 没有任何诚实和谦虚 也没有任何天涯海角的隐秘处是有价值的 也许你不会时常想要祷告 但无论如何 去做就是了 不要等到你喜欢祷告或是心情好的时候才来祷告 要立志操练祷告 养成祷告的习惯 在你的生命中 有很多事情你并不喜欢做 可是你还是去做 如果祷告对你是一件困难的事 你就得立志靠着养成习惯来祷告 养成祷告的习惯 可能是你最难克服的障碍 但当祷告变成每天送你欢迎的时刻时 你就知道你已经克服了那障碍 操练自己开始做这种转变吧 这个对信心的祷告一个提醒是很重要的 就是其实不是你到底有多少信心 而是你要去坚持然后养成这个不停止的祷告的 这样一个正确的或是良好的习惯 操练就是一个很重要 前面他也提到 他说如果你立志要做 可是你一直觉得你没有这个承诺 或者说你就算是有再好的隐秘的地方 有再好的时间 有再好的心态 比如说诚实或谦虚 可是你不祷告 那这些所具备的条件也是归于无有 因为没有效用 因为你都不用 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信心 你相信祷告是有功效的 会促使我们 或者会推动我们来祷告 想想看 如果你从来都不相信祷告有用 那你每次在做祷告都要干嘛 就是一个活动 是不是 每次祷告也就是敷衍一下 要不然就是 好了没办法 因为教会有祷告会 我就参加 要不然就是谁某某人叫我起来祷告 我就祷告两句 或者因为做基督徒要祷告 就泄范祷告就祷告 所以每一次祷告 你不认为神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个祷告就是变成一个 只是外表的一个形式而已 那但是作者提醒我们说 信心 信心是推动我们持续要祷告的 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是他自己从来没想过会经历到的 神就是这么奇妙 那他在带领一个查经班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因为痛风的关系 就是这个是尿酸太高 所以脚会肿胀的 这个年轻人正在疼痛的时候 在他查经班 查到讲到信心的时候 写的途径的作者 就也是被感动了 他就跟他讲 因为他们正在研读信心这个主题 他就跟他讲 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 讲这种话的时候 两位同工 如果有人这样问你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相信 不相信 再说 太壮抗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理论上我们都相信 不然你祷告干嘛 相信 相信神可以医治 当然 事实上 就我们的所体验来讲 神当然可以医治 可是问题是 我们会纠结说 到底会不会医 那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好 这个作者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来祷告 其实他也承认了 这个祷告当中 不知道要说什么 可是就是求神来医治他 祷告完了以后 难道立刻就好吗 也没有 他就回去了 回去 但是这个脚痛风的年轻人 很有意思 他回去后 他说神已经医好我了 所以他就把药 给扔进马桶里面 当然这个作者提醒我们说 他从来不鼓励这件事情 只有这件事情 他说出来 但他说 以前不会这样说 将来也不会向任何人推荐 用这种方法来操练信心 这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是不正确的 但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做了 做了以后 隔天早上 他竟然就什么 完全好了 应该不是说 他的信心的大小的问题 而是神真的怜悯他 但是他前面 做了一个信心的动作 好在这里 我们不是要鼓励大家 做那种冲动的事情 而是也借着这个作者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神可以做 很多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不带着信心的时候 那你就没办法经历神 所以重点在这里 不要弄混了 不要听完我们这个 小组茶经的节目完以后 就是有病的 能把药给扔到马桶 这是绝对不正确的 这我们要再三的强调 但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再重要的 有信心同样的 不一定要把药给扔了 你有信心也是 神可以医好你 你要吃这个药 神会医治你 这也需要信心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说 作者是提供了说 他经历到信心祷告的 所带来的这种 特别的经验 那么好 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是成为一个 有信心祷告的人 好 那很快的 节目接近 尾声两位同工 我们就今天 这样一个分享 有两个段落 一个是谦虚的祷告 一个是信心的祷告 有什么样的 一个领受吗 我觉得在谦虚 祷告的部分 就是看到 这位女士的故事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警戒 就是有时候自己 其实有点困难 要承认自己不能 但是在谦虚里面 就是要承认自己不能 但是上帝能 我觉得从她的身上 看到自己 有时候也在 掌控自己的生命 想要靠自己 把事情做好 然后也很害怕 失去一些机会 想要抓在手中 但是也看到 其实人真的很渺小 就是期待自己 可以更多 透过学习祷告 那也把自己 生命的主权 就是一切的主权 要重新的 交托在神的手中 好 这是一个体验 来 李欣呢 今天在这个 查考的过程之中 我也是看到 这位酗酒的女士的故事 她是到了 连自杀都不成功之后 她说神啊 我连死都不能成功 请你进来 任凭你来处理我 我想如果她把 这个祷告的时间点 往前移 再移到 比如说 神啊 我无法摆脱 我的酒瘾 请你进来 任凭你来处置我 那不是更好吗 她就不需要去经历 那些身体上的疼痛 她甚至 有可能会因此而 丧失细命的 对 如果没救回来 她命就没了 对 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 承认自己的软弱的话 我想是更好的 比如说 就我自己而言 我可以说 神啊 我无法摆脱那些 低落 沮丧的情绪 或是神啊 我无法从 他人对我造成的 伤害里面走出来 请你进来 任凭你来处理我 不管是我的心情 还是我的 未来的每一步 请你进来处理我 我想早点承认 神的能力 也会早一点 在我们身上彰显 是 好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我们当然走投无路 是可以早晨 但何必要等到 那个时候呢 万一真的命都没了 就白白损失了嘛 好 这是很好的提醒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 交流跟分享 节目进行在这 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呢 要跟你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战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愿神赐银 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祝的火雨 久如同 不止息的感觉 自让我们 干渴的心灵 干渴的心灵